接着带你来看到一年16天的全国青年杯 即花莲太平洋射箭级标赛 28号在玉里永昌分校开始竞赛 而首站由国中组登场 近500名选手已见会友出境交流 而詹秀冲代理政长则期盼运动结合观光产业 借由全国的赛事有效的带动玉里镇的观光发展 为地方产业挹注经济效益 一年16天的全国青年杯即花莲太平洋射箭锦标赛 28号在玉里永昌分校开始竞赛 首站是由国中组登场 近500多名的选手已见会友促进交流 16天的赛事总共393队1000多人的选手来参赛 在这16天的赛事当中 希望各位参与的选手 都能够获得佳机 詹秀冲代理政长则期盼运动结合观光产业 借由全国赛事有效带动玉里镇观光发展 为地方产业注入经济效益 比赛结束之后可以去尝我们的美食 可以到处走走 然后呢也可以到我们的暗通温泉去泡泡澡 这场赛事由花莲县政府与教育部体育署共同指导 中华民国射箭协会以及花莲县体育会主办 至今迈入第七届 也是第三次冠名花莲太平洋系列的全国赛事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